注意看视频中的男子蹲着地上,没几秒钟脸部重重地砸在地上,男子试着爬起来,但试了几次,身体不听使唤,怎么也站不起来,这时他同事跑了过来,拿起电话再打120,这是从对面楼过来一个男子,俯下身子检查倒地男子的身体状况,发现满脸都是血,脸上苍白,情况危急,这时一位穿着蓝色裙子的女学生跑了过来, 他是中南大学乡雅学院的研究生江燕,判断了倒地男子的病情,决定为他做心肺复苏,周围的群众为他们遮养,做心肺复苏是比较累,比较耗费体力的过程,紧接着更多人替换累了的同学继续做着心肺复苏,画面中学校的辅导员突然跑向学校,来到了急救乡旁,取下恩,继续为倒地男子做心肺复苏,这时医学院的教授看到楼下情况, 跑到了救援现场,教授听了同学们的反馈后,就地会诊,在心肺复苏和体外除颤的双重作用下,患病男子的生命体征逐渐恢复了,随后,在教授和学生的护送下,转微为安,为这群学生和老师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